那麼各位我們要做庭院的話 首先要有一個地板 對不對 你要做草皮的 要做這個鋪實質的 隨便你 那我們先從上面這個地方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 也可以繼續做下去 SYUM3D 它可以同時開好幾個視窗 所以如果你要開一個新的 在左上角這裡 這個地方 左上角 有沒有看到這裡 左上角 你可以按一個 它又可以產生一個新的檔案 如果你要從頭來的話 我就先把這個 先關掉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其實SYUM3D它最弱的是什麼 叫做做模型的能力 不過沒關係 我們剛剛講過嘛 內建很多對不對 還有第二個 你可以call out求救啊 你都沒有參加過那種 看過那種節目嗎 不會的時候要call out求救啊 所以說 我們會告訴各位怎麼call out求救 那它確實做模型能力比較差 它主要有兩種 就是上面這裡你看 一個叫牆壁 一個叫做房間 那它雖然翻做房間 英文也確實是RUN 可是呢 其實這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它的房間就這樣地板 我用地板比較好解釋 所以它可以做牆壁可以做地板 那我們現在如果你要做庭院 我們就一個地板就好了 所以我就用這個把它按下去囉 這個按下去 那你會看到呢 它會有這樣的說明 老實跟各位講 你們看到這個通常都會直接按確定 狠一點的就勾 不要再給我講了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這裡面有小技巧 所以我看就好了 沒關係 好就要先按確定 那麼不管是牆壁或地板 其實就是多邊形工具而已 所以你只要點一下房子放開 點一下房子放開就好了 那我們來試看看囉 那麼首先開始畫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它有那個齒規 單位是公尺 而且左上角有一個這個指北針 各位指北針不是拿來看的 它真的有作用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我們中國人不是都講 你風水方位有沒有 因為你不同的方位 其實你不同的方位 光線是不一樣 所以像我以前我家 我考慮過要做那個太陽能的時候 我就有把這個設好 因為這樣子實際認得出來之後 我可以很清楚知道那個太陽的光線在哪邊 所以這個有作用 那我們一般通常會比較習慣從就是左上角 因為這樣比較接近遠點嘛 你看0,0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當然你不從這邊也沒有人會怪你 一樣可以用 好,我就點一下放開 你就移動滑鼠就好了 兩個點是不是成一直線 我再點一下放開 是不是一直線了 三個點就會變成一個面 所以其實下面 我這邊看不到 但是你們看得到 有沒有下面就一個面出來了 對不對?那我再往下走 那當然你不進一定是正方形 或舉行也有不同的形狀 那這就看你沒關係 我先用比較標準一點的 好,我在這邊點一下放開 那如果你確定你已經OK了 你就在最後那個點 Double Click 點兩下 咚咚 有沒有這樣就畫完了 那萬一你有畫錯 你可以用倒退鍵 就那個倒退鍵可以倒退 那如果真的不行 也沒關係 畫了再來處理 不過一個原則 各位一定要注意到 我現在不管是畫牆壁或地板 畫完了 你要做調整 一定要回到哪裡?箭頭 也就是說我剛剛會 地板或房間 是不是都在這兩個工具 你做完了之後 你要回到箭頭 他才知道你要做調整 因為你再繼續點下去 他以為你要畫另外一個 又會產生另外一個地板 或牆壁 所以我現在先回到箭頭這邊來 好,你看 如果你們有學過像椅頭 或Photoshop 有那種向量工具 有沒有 背置曲線的就一樣 你看滑過來 有沒有變成這個 你就可以自己調整他 這樣清楚了齁 好 所以了解這個之後呢 我現在下面是不是有個地板了 這裡有了 那我不要白色的 我想要什麼 我想要那個草皮的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 你就點兩下 在地板上點兩下 都都 這個時候就出來了 有一個叫自定義房間 好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選擇 我單一個顏色的 就純色的 你也可以選擇用紋理 什麼叫紋理 來各位 你先低頭看看你們家的桌子 請問一下 這個桌子 是真的用木頭做的嗎 蛤 這個桌子啊 請問是用木頭的嗎 你看 我都怕你看不到 這樣老師 設備會不會太多 在這裡 這個桌子 不可能是整塊木頭這樣做的 是上面有一層皮 所以我們的紋理就是這個概念啊 我們的紋理就是這個概念 你今天啊 我就 幫他貼成皮上去 你點進來 那我剛剛講過的 除了模型以外 這裡面 我們中文化作者也整理了很多在台灣常見的 那你一樣可以用關鍵字找 有沒有在這裡 我可以直接打 比如說我要草皮 我就打一個草 有沒有 草的通通都會跑出來 就在搜尋這邊 好 我就打一個草 你要在那個地板上面點兩下 咚咚 才會進到這個紋理 好 那我就找找看 你要什麼樣的草地有沒有 看你要哪一種的 如果我要這一種的 你滑過去他也會有那個預覽 我要這一種的 我就按確定 確定 確定 有沒有 這樣就有草皮了 對不對 就一塊一塊的 他會拼貼 所以 拼貼的情形 跟你選的模型 就是那個材質的大小 也有關係 越大的 他就怎麼樣 拼貼不會那麼多塊 你的 有這樣姓名貼吧 我們 馮甲這裡有很多姓名貼的啊 對不對 小張的變成大張的 是不是就很多張 那如果你本身比較大張的 他就沒拼那麼多張嘛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 所以這樣子 你們家草皮是不是就有了 那你就可以來種樹啊 對吧 你要樹啊 像剛剛這樣丟出來 丟出來就可以了 那 想不想來個 石頭的步道 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喔 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就可以做喔 我做一下給各位看好不好 一樣是用畫房間的喔 來你看這裡 這個 用這個房間 點他一下 好 那你心裡面要先有個底 什麼底呢 好 假設我今天等一下步道 我是大概走這樣過來 走這樣過來 所以 中間的過程 你不用理他 因為我們是多變形工具嘛 所以你就 待會兒就這邊點一下 這邊點一下 這邊點一下 然後最後就這樣繞回去就好了 這樣OK 可以喔 來你看我先畫一個 做示範一下 好 我就這裡點一下 好 這裡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 有沒有中間他會亂跑嗎 因為他會變成封閉的喔 那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 隨便調 沒關係喔 好 那因為呢他預設 其實會有點吸附的效果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都會自動吸附 就是會像這樣 自動吸過去 有沒有 沒關係 你就先 等他 做完了 不滿意的 我們再做調整就好 好 這樣過來 有沒有這樣路就出來了 咚咚 是不是結束 點兩下 OK 那現在呢 我做完了 一樣回到箭頭 如果哪裡有不滿意的 再來調 可是呢你在調的過程 因為他會自動吸附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 我想要暫時取消這個吸附的效果 你可以來這裡 你如果想要暫時取消那個吸附的效果 我有整理一些比較常用的快速鍵 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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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常用的快速鍵 在下面 這裡 這裡這裡 有沒有一個暫時取消 就是按住鍵盤上的ALT ALT 好如果你是Mac的 就是按Command檔 Command的那個按鍵 拖曳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由的移動 我就按住鍵盤上的ALT ALT 這個時候呢你在移動的時候就會比較平滑 它就會慢慢的移動 這樣了解嗎 它就不會自己吸附過去 好 那我現在呢 有了這一條路徑之後 我就在上面點兩下囉 咚咚 一樣的 我找到這個紋理 來吧 不要換草啦 我們來換石頭 所以我就把這個拿掉 來換一個石頭 石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石頭石頭 有沒有地板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看看比較舊的 鵝卵石的 所以 這個有翻成中文 你有沒有發現 看 比較容易看得懂一點 對不對 好 這裡有那個小石頭 我看一下 我記得 這邊 這個是磚牆的 好這裡有 這裡有 有沒有像這一種的 還是你要像 這一種的啊 這一種的啊 都可以啊 看你要哪一種 你就把它挑好 像這裡有鋪石頭路的 像這一種的也可以 那 好 就這一種好了 確定 確定 有沒有這樣就鋪一條出來 你要真的擺石頭當然也是可以啦 可是我們要貼圖 是就可以先解決了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子 欸 我就 已經先有一個雛形了 那你要再把 你的戶外的啦 你要再找 要種樹就種樹 要椅子就椅子 要大門就大門 那小時候很多人還是喜歡有沙坑 這裡面也有 然後呢 你要有盪鞦韆 對不對 就自己可以排列一下 松樹松樹 看你要種哪裡 現在只怕你們家 沒地方種而已 有沒有覺得突然變得很簡單 對不對 真的就是 排列組合啊 那這裡還有烤肉架 那這裡還有烤肉架 這個 涼椅 好 往前一點 那你要 水池也有 很多人喜歡那個游泳池的 我先跟各位 講一下 這裡 他有好幾個游泳池 不過呢 有兩個游泳池 這兩個 是要挖地下室的 所以 如果你要這兩個 稍等一下 呵呵 你可以先找這一種的 暫時先用這一種的 好 因為那個 挖地下室呢 現在我們再講 因為這個 他有一個高度 有一個高度 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好 就給你自己先玩玩看囉 好不好